哈喽大家好我是贝贝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妆容分享呢 是十款夏季我最喜欢的口红和唇膏的颜色 那么我会在手臂上先试色 然后挑选几次自己最喜欢的颜色进行唇部的试色 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就接着看下去了 那么在开始以前的话 我先完成了一个全脸的一个妆容 包括底妆然后眼部的这个妆容 还有三红 那么唇部的话我已经先用无色的唇膏做完一个打底 然后方便待会儿的这个试色 那么首先呢第一支的试色呢 是Melanie的这一支 色号66号叫做Matte Passion 然后我先在手臂上给大家做一个swatch 然后它这个颜色基本上就是比较纯正的 这样一个橘色 然后它这个就跟它色彩的名字一样 它是妆效的话是这种 亚光这种亚光霧面的这种妆效 然后它其实这样涂上去的话显色度相当高 然后我觉得它唯一的缺点是它涂的时候吧 可能是因为它这个高体配方的问题 有的时候它会在你看大家看在手臂上面 它会有这种卡在就是有一点这个 可能会卡在你这个肌肤的这个纹理上面 会有一些这样的小的这种高体这个卡在那个上面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它不是特别的好那个涂抹均匀 那么但是这个的话大家知道这是一款这个比较出名的一个开价的彩妆品牌 就是可能这一支的话唇膏可能就五六块钱吧 好像有时候打点折单就是可能到手价可能还不到五块钱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的话这性价比还是就是摆在那边 只是说它有时候稍微会有点除抹不均匀的问题 但它显色度的话和它那个妆感的话其实都是挺棒的 然后第二支的话是Colourpop Colourpop这家它出的这个On Repeat这个颜色 那大家看这个的话它这个首先说一下它这个包装的这个质感 其实还是给人一种比较高级的感觉 它这上面不知道大家能够看见 它这个是整个这个包装上面是这种小猩猩的这种 比较就是比较容易俘获少女心的这样一个包装 然后它这个里面呢这个颜色的话 其实有一点点像 有一点点像Mac的那支Chili的那个颜色 但是它的话这个整个上手和你上唇的这个感觉的话 其实比那个Chili要稍微再清淡一些 不过它的整个这个给人的这个妆效的感觉 也是那个霧面这个哑光的这种感觉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Swatch 那么这个的话它比起刚刚的Melani那一款的这个 同样是霧面的唇膏的话 它就要就是顺滑一些 整个在手臂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没有卡纹的问题 而且也不是特别显米肌肤的这个纹路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我觉得要比 这支Melani的这个Map Passion我要更喜欢一些 但它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的话 当然不是完全一样 所以你就是说比如说选色彩的时候 也不可能就是说是完全overlap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第三支的色色是 大名鼎鼎鼎这个Mak的这一支Lady Danger 大家可以看一下手臂上试色的这样一个比较 这个的话也就是相当顺滑 比较好涂抹的这样一个高体的这种感觉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三个颜色在手臂上的这样一个比较 那么Lady Danger的话就是 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它这个就是特别适合夏天这样一个 一个活力色色的这样一个橘色的这样子一个妆效 那么第四支的颜色的话 同样是来自可乐泡Colourpop这家的这个金管的这个口红 它是颜色是叫做Dream Easy 然后它是这种可以说是蜜桃色吧 在手臂上watch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颜色的话 其实就是这种蜜桃色里面 然后加了一点这个粉料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然后它的这支高体的话 实际上它出的这个妆效应该是Saturn的那种 断面丝绒的这种妆效 然后接下来第五支的颜色是 Shiseido的这支真红唇膏 它的这个黑管的这个一个叫做Fire Topaz 大家知道这个颜色的话 基本上就是火焰的这个热度 它就是说翻译成中文怎么说 这个Topaz应该是叫做黄金黄玉的这种颜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基本上就是稍微带一点那个荧光的这样子的一个橘色 然后这一款的这个粗的这个妆效我很喜欢 基本上就是那种哑光雾面纯雾面的这种妆效 然后它的这个包装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它的这个管 它这个设计的话 其实是花了一些心思 它这个上面不是完全这个对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 就是说 而且它这样是磁石的这样设计 所以给人就是有一种那种比较高级的化妆品的这种感觉 然后并且它这个膏体的话 当然我这个口红已经用了好几次了 所以大家可以可能看不清楚 它原先这个膏体的话 上面是有一些切割 大家都知道就是比较好的那个口红或者唇膏的话 它才会在意这种细节 也就是它的那个口红它这个膏体的这样一个切割和设计 所以我觉得这个Shiseido的这一支我还是蛮喜欢的 而且就是尤其是因为它做的这个 这个系列的话 很多都是那个雾面的那个妆效 所以我觉得就是会自然而然有一种这个妆容高级的这种感觉 然后反正它上面这个口红的话 这上面还有客字这个Shiseido它家的这个logo 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话 这一支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颜色 和它这个拿在上手的这样一个感觉 那么它这一支出的话 大家可以看这个手臂上 这个颜色这个Fire Topaz 跟其他颜色的对比的话 它这个橘调非常非常明显 并且这个稍微带着有一些荧光 那么这支的话 我待会儿也准备这个上我的这个唇 给大家这个看一下 第六支的颜色呢 是叫做Hogel Shore珊瑚椒 也是那个刚刚那个黑管这个Shiseido的这一支真红唇膏 然后呢 它这个颜色呢 其实是有 就是说如果大家光看这高级的颜色 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这个玫瑰裸粉色 但实际上 我上手给大家看一下 它实际上是跟它的这个 看上去的话是有一定色差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的话其实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上 它的这个妆效出的是那个丝绒断面的那种妆效 然后当然它这个 比起刚刚这个Fire Topaz的话 就是使用起来就更顺滑 更好那个涂抹一些 但它的这个持久度的话实际上就没有它这个Fire Topaz那么的持久 当然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上手的话 其实就是说这个薄涂的话是有一些那个玫瑰裸粉色 但实际上当你厚涂的时候 它又变成了那个珊瑚色 所以这个颜色其实我觉得还挺妙的 它的薄涂和厚涂居然是两种不同的颜色 待会我可以上手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第七支呢是叫做Poppy 这个颜色呢其实我也很喜欢 它呢就是说上手的话 其实是那种比较正的这种西瓜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非常好涂抹 然后并且它的显色度又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这一支的话 其实还是蛮好 就是适合你这个 比如说你就去参加这个party啊 或者是你就是说去薄涂的时候 去那个去公司上班 去学校上学 我觉得都还是蛮适合的 它就是涂抹一次的话 基本上你喝水和吃饭的情况下 它都能坚持可能四五个小时 你都再重新去那个补妆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它的妆袖还是蛮好 尽管它是那个SATIN 就是那种断面的这个妆袖 但我觉得它持久力还是蛮让我满意的 那么第八支的话 就是叫做Crime of Passion 冲动犯罪 这个光听这个名字觉得 这个好像就已经很吸引人了 然后它也是这个 Shiseido的这一支 真红的这个唇膏 那么现在手臂上试色给大家看 它就是说如果光看它这个高体本身的颜色 很容易让大家误会它是一个 一个裸粉色 因为它跟刚才那个就是说光看外表的话 其实我有点这个有点就是看不出来区别 但是上手以后大家可以看对比这两个颜色 实际上它是不一样的 这个颜色呢 它实际上里面就是加入了更多的这个局调 然后所以你比如说这个在淡妆或者是那个 想要这个那一天小清新的这个 中二那种妆容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这个颜色就是特别合适 它其实就有一点是 有点像是这个 枫叶奶茶红里面 然后但是又加入了一些橘调 这个也挺妙的 待会的话我这个也想这个 这一支上唇试色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 然后第九支的话是这一支 大名鼎鼎的阿玛尼红管 这个色号是402 然后这个的话 它本身是走的是那个 是归入为 就是红调的那一颗 然后但它里面我觉得是因为加入了 加入了比较多的这个橘调 所以我觉得也是特别适合下边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一个 这个基本上就是染唇液 然后但是 它的质地上来说 我觉得其实是 其实是给人的 这出的这个妆效 是哑光的这个妆效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年四季 都是蛮适合用的 只不过就是我想把它 归入为那个夏天爱用品的话 是因为它里面局调比较明显 然后那么最后一支的手臂试色是阿玛尼的这支小胖丁 那么它的色号是302 这个也是橘调相当明显的一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颜色我觉得比较相近 但是可能区别就是这个颜色来说 刚刚那个阿玛尼红管的那个的话 它402比起这个302的话 它的这个红调要更明显一些 然后那么现在十支的这个手臂试色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待会儿我也会在这个上面 视频的这个图片上做一些标注 方便大家做一个比较 然后我现在就会挑三支最喜欢的颜色 来进行唇部的试色 好那么首先第一支我准备上唇试色的是 Shiseido的这支Fire Topaz 那么大家看现在上唇 这个完毕以后的话 它给人就是这样一个整体的妆容 就是一种活力色色的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我平时用这个的话 基本就是我去那个健身房去跳操 去叫Zomba的时候 然后我会用到这样一个妆容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远远看 就是说连看不起你整个 就是说看不起你五官的时候 但是它会被你这个 这个带有一点荧光的这个橘色 这样就给这个角度目光 所以这个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适合你想要成为一个 怎么说呢 你那个 一个整个屋子里面的一个这样一个中心的话 这个时候我会用这样一个 比较明亮显眼的这样一个颜色 不过像我说的 它这个东西 它本身呢 这个是带有荧光的嘛 所以这个 如果是你这个全脸的妆容 没有特别就是白净无暇的时候 你用这只那个在荧光的这个颜色的话 它其实是会显黑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这个Fire Tota 那么第二只想要上唇试色的颜色是 是Shisato的这一只Colorshore 就是那个它的这个珊瑚 珊瑚椒 现在看一下我这只珊瑚椒的话 上唇试色的效果就是这样 所以它整个的话这个颜色的话 就是一个比较浅淡比较少女的一个珊瑚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唇的话 实际上比在手上试色的这个颜色的话 实际上看上去还要再明亮一些 再更显色一些 不过它整体的话 这只颜色它实际上 它不是雾面哑光的这样一个妆效 它是一个丝绒断面的这样一个妆效 所以它持久度来说 它没有雾面的那么持久 但是它这个的话就是光泽度来说 和它的这个顺滑的程度 就比那个哑光的那个 就是同样这只珍红唇膏 它的这个哑光的这种唇效果 要更怎么说呢 就是说它是有一个中和的过程 它就是说没有那么显色 但是它的持久度也没有那么高 但它作为补偿的话 它给你整个这个上唇的这个服贴感 和你这个滋润度的话 我觉得就要更好一些 这个的话它可能这个吃饭和喝水 它都会有一些掉色啊 粘杯啊那些 不过它没有那么明显的 就是说好像就是你嘴唇就完全就需要不停的补妆 所以它这个我会说它可能持久度会在三个小时左右吧 然后你就每三个小时或者是这个中间就午饭休息的时候 可能需要多比下妆 不过大家看这个妆效的话其实是蛮少女蛮适合下建的 然后第三只想要跟大家试色的是这只Puppy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现在后涂上唇的一个效果 它如果是后涂的话其实就比较接近于比较接近于大红色 但它实际上你细看的话它其实是西瓜红 它这里面带有一些渴调 然后呢它如果是薄涂的话又是那种比较小清新的那种草莓红 我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 大家看现在我用水这样擦了一次以后 再擦第二次 然后它现在就是说在纸上虽然就是已经被擦掉蛮多那个颜色嘛 但大家可以看一下实际上你留在唇上还是有很多这个 这样种草莓红的这样一个颜色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夏天的话就是给人那种比较有活力 这样清新的这样一个那种这种感觉的话 我觉得这个颜色其实也是蛮适合夏天 那么最后一支的试色呢 我想献给这支阿玛尼的小胖丁染唇液 这个颜色的话我刚说了它是302号色 然后就是一个比较纯正的一个橘色 然后并且它的话因为大家知道它是染唇液嘛 所以它那个基本上上唇以后就像是比较防水的嘛 所以我就说一天戴妆下来 它这个颜色也能比较完美的在嘴唇上呈现嘛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比较适合懒人上妆 或者是就是说你一天都出去开会 不太方便补妆的那种情况下 我觉得用这支就蛮合适的 然后上唇给大家看一下 好那么这支302的话上色完毕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妆效 那么它的一个呈现呢 基本上就是这种活力少女元气少女的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支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喜欢 就是它整体的这样一个时装度和它这个上唇的话 给唇部就是零负担的这样一个感觉 而且这一支的话它因为是橘色调的嘛 所以它在卸妆的时候也特别好卸 所以我觉得这款的优点还是蛮多的 然后再加上橘色是我觉得就是 第一是特别适合夏天嘛 这样你要就是给人整体一个这个活力的 这样充沛的一个感觉 然后第二个是因为今年好像是这个 呃 带橘色调的这种妆容和口红的话 实际上就是是一个流行色吧 今年所以我觉得我今年是特别倾向于买这种 带有橘色调颜色这样一个口红 好 那么最后再回顾一下今天我分享的这十支 手臂色色现在还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直地来说 这十支里面就是有那个染唇液 然后有唇膏和口红 然后这里面的话就是唇膏的话 其实是包含了那个哑光和那个丝绒质地的 这两种不同的妆效 那么我其中这十个颜色里面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第三个 这个Lady Danger的这个颜色 然后和这个Fire Topaz 然后这个Core of Shore Puppy 还有这个最后的两支阿玛尼的 一个是它的这个红管 然后还有一个是它这个刚刚试色 现在在唇上试色的这支302小胖地 那么大家看的话 其实最后结束之前再给大家说一下 看一下它最后这两个阿玛尼 实际上这个 这个红管的话 涂上去可能到现在已经有20多分钟 我倒半个小时嘛 你看它滋润度还在 这现在还是这个刚刚涂上去的这一笔 现在这个还是特别的这个 就是说像墨水没有干一样 给大家这个看一下 这个现在讲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我觉得这个的话 我是特别喜欢它那个红管 但实际上我觉得它是更可能它的这个质地来说 是更适合冬天使用 因为它的这个滋润度太厉害了 大家可以看见我现在用纸已经擦了这么多调 但大家可以看见它留下的这个妆面 这个仍然是就是显色度还是那么好 然后它还是那种雾面的这样一个妆效的一个呈现 所以我觉得它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得那个 那种很多的那种美妆大奖嘛 我觉得也是实至名归吧 然后小胖丁的话就不说了 有很多人就是说推崇小胖丁哈 然后我觉得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就是说方便你这个持妆 然后不用不用这个每天还要那个中途补妆的这样一个神器 我觉得 然后它这个颜色302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夏天必备 就是说你忙买这个肯定是适合这个不仅适合白皮 也适合黄皮的这样一个颜色 所以还是可以比较放心的 因为它没有那种不像是fire topas那种 是有荧光的嘛 所以这个这个小胖丁302 我觉得它不带荧光 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纯粹的这个 这样一个橘红色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适合夏天的 那么今天的话 我这个口红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这样一个分享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